大家好,我是劉基姜良,我是《泰劫团圆理法》,剪刀劍考一書的作者 這條影片就是講述《泰劫法法》之中,《彩》《央魔法》是怎樣做的 《彩》其實有很多特權,不同家人都會業用到很神秘的理法 以及非常大的衝擊殺傷 實際上是否呢,其實是一個有些特別的技巧,但不是真的在坊間所說的那麼誇張 或者是好像接觸不到,一個神秘的接觸也不是的 我們所有需要做的事,其實都是要放鬆的問題 我們現在做示範給大家,我們請回師兄出來 他幫我們做了一個平革,我們看看清楚 不是這意義的問題 我便要求他的手,先做一個定革,好定 我坐在裡面,我首先要放進去 放進去 我放進去,你會看到,放進去 其實一般人都會有一個意義,就是 你按它,會上來 這一個是一個自然的神經反射不下來的 會上來 除非他故意掉下手 如果他想維持在這一個地方 只要他是一個身體健康的 其實他都會上回來了 所以呢,我們的採要換一個 就是,放進去 他一上來的話,我就採了 好了,你要固定一點點 這樣就會採走了 我們再一次 其實要收到聲音 他一定要忍住 做另一邊 不然就很難示範 不是採他 對方願意做 對方願意做 如果對方知道你做什麼 他鬆開了手,其實就會很難 所以,手對手就不願意做 對方願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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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比較好 我通常喜歡用三隻手指 這三隻手指 這樣去踩 我剛剛盯住了 我們可以放在這裡 這樣盯住了 然後呢 我一踩的話 我就有一個手肘 那個球拉 它過來了 這邊我們坐這個角度來看一下 踩到這個 手肘 對了 一後就這樣拉 但有一點危險症 因為它是濕得很厲害 它是會旋轉的 有些事會遲斷 因為我們那個關節會帶來的遲斷 這個都是人生到我們太平常所說的 我們的走門是對方走門 對對方走大圈 你是落到圈的軸心 這樣才可以實現了所謂的走門的打法 好 這個影片就到這一段